2月14日是情人节 就在很多人忙着与心爱的人甜甜蜜蜜的时候 职业网球运动员郑赛赛在微博上写了一封长长的情书 献给已经过世十周年的父亲 一转眼十年过去了 爸爸我逐渐慢慢习惯了没有你的日子 郑赛赛在开头写道 郑赛赛在信中说 父亲在2013年2月去世后 爷爷奶奶也在第二年相继离世了 自己因为比赛甚至没有见爷爷奶奶最后一面 期间是坚强的妈妈独自一人处理了这些事情 妈妈为了我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发展 她像母鸡护小鸡一样的护佑着我 让我能够专注比赛 自从你离开我以后我明白了很多很多 我很感恩你们 我有世界上最伟大的爸爸和妈妈 郑赛赛在信中说 父亲对教学和科研总是首当其冲 而对自己的身体总是敷衍了事 甚至不当回事 去医院看病嫌麻烦和浪费时间 结果错过了早期发现的时机 错失了可以生存下来的机会 父亲对待工作的态度 深刻影响了郑赛赛 这么多年我想我学到了你身上 对于工作的热情和钻研 把热爱变成了自己的工作 天天做着自己喜欢 的事情 乐此不疲 想要做到更好 为之努力和付出 你就是我的榜样爸爸 一直都是 永远都是 因为疫情和伤病 郑赛赛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内 鲜少参加比赛 他坦言目前遇到了职业生涯中 最大的阻力和挑战 似乎已经跌落谷底 所有的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 从零起步 展望未来 郑赛赛说 父亲的精神 一直是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源泉 我绝不会轻易放弃 我会继续努力 目前 他每天都还在积极努力 随时准备重返赛场 创造重新起飞的机会 WTA官网显示 郑赛赛参加的 最近一战巡回赛是 2021年11月8日的 WTA2500辞战 他在第二轮赋于意大利球员贾思敏 因为WTA实行52周积分滚动值 已经一年多 没有参加任何职业赛事的 郑赛赛积分已经被清零 失去了世界排名 电视直播镜头显示 郑赛赛前阶段一直陪着 王兴渝征战奥网和华兴战的比赛 根据业内人士发布的中国球员2比3月参赛计划表 郑赛赛暂时没有报名参加比赛 这意味着他跳过了北美阳光双赛 不过 根据WTA规则 郑赛赛可以凭借特别排名保护政策入围今年法网正赛 有希望再法网亮相 公开资料显示 郑赛赛的父亲名叫索南加勒 生前任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是新中国电工学科第一位藏族博士 任国家电网公司特高压输电工程专家组成员 是我国著名的寄电保护专家 索南教授1960年8月5日出生于新疆 1982年毕业于新疆大学并获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学士学位 1991年于西安交通大学获电器工程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 索南加勒在新疆大学任教 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七届政协委员 1997年调入西安交通大学任教授 长期从事电力系统寄电保护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其杰出的学术造诣和崇高的诗德深受学生爱戴 2013年2月索南教授因病抑制无效事实 享年53岁 索南教授的女儿郑赛赛 索点卓马是中国职业网球选手 来源网球之家作者 云卷云书郑赛赛赛长性全文 云卷云书郑赛